亚布洛哈村 位置偏僻的亚布洛哈村 建於1966年 不過去到2008年 才正式被納入鄉行政版圖 跟很多麻蜂村一樣 這裡的一切都不被外界所認知 現在雖然可以自由出入 不過村路都還未開通 要來這裡 至少步行3至5個小時山路 所以村民很難和外界接近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因為感染麻蜂病引致的肢體殘像 人們很喜歡把他們和鬼神一起說 所以人人都敬而遠之 令到當時很多省份都會把麻蜂病人隔離處置 政府就會為他們安排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定期鬆上有物 不過村上的基本設施還是很少 到13年底他們才有電提供 不過斷水斷電的情況都經常發生 這條村大概有200人 他們自給自足 結婚生子 文盲就佔上七八成 而每個人平均的月入就是200至800元不等 一旦被安置在這裏 就不讓離開了 所以很多第一代的村民 自此就未曾回過自己的家 而臨中前都沒辦法和家人見上最後一面 這裏傳統中男輕女 女人大部分都只可以在家上夫架子 而南村民因為知識技能不夠 而且長年在大山封閉生活 所以出省打工都做不長 05年第一所村小學終於出現了 不過因為資源和私資都不足 學生的程度真的很難和中學接軌 這十年以來就只有兩屆六年班畢業 大部分的學生都會選擇著學出去打工 或者放在家裡 而第三代雖然沒有遺傳麻風餅 不過日常的飲食 就只有菜乾、紅腰豆撈白飯 或者玉米飯 總共十天才能派一次肉 而且他們只可以摸在 沒有遮擋的地上吃飯 2014年 iAction開始和當地的村民 商討起學校飯堂和廚房 等學生可以有啞擠頭的 吃一口安樂茶飯 今年四月 終於用得到了 不過資金有限 桌椅、櫥櫃、層架全部通通欠奉 只要為他們籌募桌椅等設備經費 這些小朋友就不再需要摸在地上 骯髒骯髒地吃飯了 你願不願意伸出援手呢?